昨天有個客人打電話過來問我 說換一個按鈕多少錢 唉,怎麼說呢 換一個按鈕多少錢 說我發掘給我,是意大利的按鈕 就不是這些普通的按鈕 換一個意大利的兩檔開關按鈕 他問我多少錢,我帶他一千元 他即時說,好,你現在過來換吧 問題就是我都未檢查過 不知道你的機器是否壞了按鈕 是這樣說的 你就實牙實恥 跟我說一千元沒問題,你過來換 大佬,最後我問他 我問他,如果不是按鈕壞呢 不是按鈕壞的話,你會不會給錢我 會不會給錢我召喚 他又不答我 又不肯答我 只是實牙實恥說,沒有問題 你換了按鈕,一模一樣換鈕的話 就一定可以了 大佬,你這樣說而已 問題就是,是否按鈕壞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不是按鈕壞 你是按鈕壞,我不會 大佬 你是按鈕壞,你就說,你過來吧 我過去 當時我買鈕,浪費幾個水買鈕 不是的,就像你現在這樣 你說是否按鈕壞問題 你只是憑你的感覺,你就說是按鈕的問題 結果的話,我們測試的話 就不是按鈕,我問你按鈕 如果不是按鈕,幫你換了新的上去 到時,你會不會給錢 你又不肯答我,一定會給 那就是怎樣 擺票嗎 就等於說,拿我的錢 拿我的時間 拿我的郵費,稅頭費,停車費 你不是去跟你開玩笑嗎 是否這樣說 大家真的就生意賺錢 你如果以為你自己的感覺 你說是按鈕,就是按鈕 那你又不肯答 實際上,沒問題,你過得來 如果不行的話,你會照給錢我 你又不說 只是叫我過去換,換了之後不行 再說過 你就不拍了 你就擺票了 我就要跟你七油費 就是車費,雪豆費,停車費 如果還要浪費幾塊錢 跟你買個鈕回來 跟你換 這些生意怎麼走呢 劉細 大家想就想就鬥吧 你公費真是逗幻 是吧 我浪費工的時間 什麼要就第二個客 所以 有些人覺得 劉細說的話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不可以以為 你眼見 是個鈕就說是個鈕 有時候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 我們自己都要用經驗 用儀器去判斷 到底是不是那個按鈕 不是你想得這麼簡單 你說是 那他就是 那怎麼可以啊 大哥 我們怎麼吃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就三次是這樣的 可以就行 不行就不行 你打算用我的錢 跟你去玩 我怎麼夠你玩 大哥,你大把錢 是吧 我們這些賺不到幾塊水 如果像你這樣的話 我們賺到幾塊水 我都賺不到 我還要虧 他和你去玩 玩不到 好了 回到這些制製 維修蒸餾 再聞電器維修 5531921 好 棒 謝謝 谢谢大家